感谢超萌的分享 然后我们下一个也是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分享 是Jimmy Song的 如何在Argo、Eastio和Skywalking中 实现GitOps和可观测性的完美结合 然后有请Jimmy开始分享 喂 大家好 我是Jimmy Song 宋敬超 Tetrid的部导师 原生社区的创始人 前面的这些分享大家主要是介绍Eastio本身 我这个分享是关于Eastio的一些周边 大家也知道Eastio最近也在CNCF里成功毕业了 其实支持Eastio的一些周边项目也挺多的 然后我这个分享是主要介绍与GitOps 还有可观测性相关的 然后能够适配Eastio的两个项目 一个是Argo Argo它也是CNCF一个应该是也毕业了的项目 这个项目包括几个子项目 我今天介绍的包括其中两个Argo CD 是做持续发布的 还有一个是Rollout 可以做金字缺乏布 还有一个就是Skywalking 它是一个APM 也是一个可观测性的工具 那其实除了这两个工具 你可以做GitOps的工具其实还挺多的 但是这两个是相对比较成熟 也是我比较了解的 所以用它们来作为例子 来举例如何把Eastio 集成到GitOps和可观测性的工具里面 那我提到GitOps 大家很多现在都是基于Cubernetes来做的 因为它是一个配置 生命式配置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它写各种ML配置 然后能够做到GitOps 它的Cubernetes的发布有两种 大家一般用Deployment 它有Recreate 它是把所有的原有的Port销毁之后 再创建新的Port 还有就是RollingUpdate 这个是我们使用的比较多的 可以实现 在没有GitOps和其他像Flex 还有Argo这样项目之前 可以用它来做一个金字缺乏步 但是它只是更新RevitaSet 然后创建新RevitaSet 来调换每一个RevitaSet里面的实力的个数 来实现一个金字缺乏步 但如果实现GitOps 大家可以用ArgoCD 它来帮你自动的来调换 这些RevitaSet里面的实力个数 Port个数 然后我们常用的有蓝绿发布 还有金字缺乏步 现在提到比较多的 像金字缺乏步 它是可以把你的流量 用比例的形式 分配到不同的版本里面 然后现在常用的有Flugger 还有ArgoCD 还有Ethio Ethio可以用来做 按比例的流量分配 大家比较常用的 像VertalService 还有DesignRule 分配Subset 然后给每一个不同的VertalService 分配 每一个Subset 每一个子集 来分配流量的比例 然后这是通过ArgoCD 还有Rollout 以及SideWorking 实现自动化的流量分配 和金字缺乏步的一个架构 然后再让Tooling可以看到 我们使用 首先得有一个 Repository Service 就是代码仓库 你会把代码Push 或者Mesh到这个代码仓库里面 然后代码Mesh之后 会触发ArgoCD的一个自动的发布 然后它会像 因为在Community里面 有不属一个ArgoCD的Server 然后会触发 Community里面的Controller 然后发布到Community上面的这些 这些有些 这里面看到有一些 这里有一些ReplicaSet 它有Sable和Candroid 这些在没有EaseU之前 它会创建这样的一些ReplicaSet 像Department一样 来实现一个金字缺乏步 然后所有metrics 我们可以通过SideWorking 或者像PremiumUse 这类的通过 这些Observability的工具 来收集每个Premium的一些metrics 然后怎么来实现的 一个自动化金字缺乏步呢 这里还是持续发布的一个 GitOps的一个流程图 这个标记呢 主要就是在Community里面 一个Controller来不断的监控 你已经发布的application 它的配置 在GitHub 或者其他的代码仓库里面 的配置是否相同 如果有区别的话 它会不断地握上 然后Diff 来看其中的区别 然后让它们之间同步 这是AQCD的一个Dashboard 在这里面你可以手动地来 实现某一个 如果这里面是你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对象 Community里面的一些对象 像Service 还有Deployment 还有其他一些Service Account 这类的对象 如果它发现有区别的话 它这里面会显示 你可以让它手 你可以自己在这顶级 然后来同步 每一个不同的Object 然后怎么来实现一个自动化的 金字圈发布 能够让流量能够按比例 然后根据每一个port的状态 达到某个状态的时候 自动实现的一个流量切分 我们可以使用AggroRollout 这是使用AggroRollout的一个 基本的操作 首先会创建AggroRollout 它用它来替换 Community里面的Deployment 它是创建了一个AggroC的APP 这里面指定了 你的代码仓库的地址 这是Github地址 还有就是代码仓库上 这个应用的 在代码仓库里的位置 这个是Governite的Server 还有Namespace 以及同步的策略 然后在这个应用发布之后 你需要给应用 不断地发布一些 就是发送一些流量 发送一些Traffic 因为这样的话 你的APM Observability的工具 才能收到一些 这些metric的信息 才能根据这些信息 来判断 这个应用的状态 是否达到可以继续 推进 那个发布流程的 一个时机节点 这是AggroCDRollout的 一个Dashboard 这里面可以看到 具体的发布的 现在处于哪一个状态 还有这是百分比 右面是 使用的Revision 这一个应用的版本 下面是 Replay Set里面的 Port的个数 实力个数 这是Argo Rollout的一个步骤 ArgoRollout安装的时候 其实跟ArgoCD类似 它也会创建几个controller 一个是Argo Rollout controller 还有一个是Analysis Template 这个Rollout的controller 还好理解 就是用来发布这个应用 就是ArgoCD的 Argo的Rollout的应用 它其实是像个application 这个Analysis Template 它主要是用来 收集应用里面的那些metrics 然后它会经过一个计算 然后Argo Rollout 会通过这个metrics的信息 来判断 目前是否可以继续推进到 下一个step 然后这是Argo Rollout里面 的一个配置文件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strategy 里面有analyse 这里指定了template的name 这是Npdex 然后其实就是 Analysis Run里面的 这一个配置 就是这里面这个配置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里面的provider 其实可以有很多个种 这里我指定的是skywalking 也可以指定promuse 或者其他的一些 可以对接你应用的metrics的一些 observability的工具 这里面是一个查询 skywalking的一个语句 使用的graphql 然后查询目前这个 查询这个应用的状态 这里面是design rule的配置 而其实这右面的是 是issue的design rule 它其实还是根据 Argo Rollout里面的 这个traffic routing的配置 这里面 然后会改变design rule里面的subset 这下面的level和下面的weight 就是每个不同的subset里面的流量 就是Argo Rollout就做了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获取应用的metrics 另一个是改变 esue里面的design rule的一些配置 包括它的subset 还有traffic的流量百分比 这是Argo Rollout做的一些事情 这个图里面可以展示 它实际是怎样改变 esue配置的一个流程 我们现在一般用的还是这个 subset-based的traffic routing 因为host-based的话 会更改DNS的配置 现在不是很常用 其实你可以定义很多不同的一些查询 根据你应用的一些不同的metrics的一些节点 来就是比起deployment的那种 就是通过各种探真来获取应用状态 你介入sideworking或者promises之后 就可以获取一些更加自定义的一些metrics 然后根据这些metrics的值来继续发布 这个demo在GitHub上有一个仓库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仓库上查看这个demo 然后这是关于使用ecio和Argo CD 还有sideworking实现GitOps的一个流程 这是一个闪电分享 所以时间比较短 大家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线下或者线上再跟我沟通 这是上午场最后一个分享 下午我们还有一下午的分享 欢迎大家下午再继续过来聆听 然后中午提供了午餐 大家手里有午餐券吗 没有的话可以让找韩小鹏 可以找韩小鹏 然后跟他那里领午餐券 午餐券是那样的 就是大家是买票进来的 或者是speaker 然后先找小鹏那边去领午餐券 然后如果说最后有剩的呢 大家没买票的也可以去领 谢谢大家 我们下午再见 下午大家记得啊 一点半 一点半我们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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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